来 来那么多天了 也没见他主动和咱们说过话 人家可是宋副主任推荐的 自然懒得理咱们 就他长那个样 装什么情高啊 你不是说你妹妹 也要来咱们四季组吗 怎么 别提了 不就是因为她 顶替了我妹妹的名额 小张 小副 你们俩现在谁有空 到会议室做一下记录 王姐 我和小副正在整理党部要的文件呢 暂时走不开 太忙了 玉珠 你去做一下记录吧 在一楼会议室 好 玉珠 这个会是党务调查科的科长 吴大军特地从南京赶来召开的 所以特别重要 一定要把会议记录做好 会上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都要仔仔细细地记下来 千万别漏掉 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 王姐 去吧 爱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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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举姐 这个声音机坏了 坏了 我正准备把它搬到地下室去呢 它好好的怎么会坏呢 萧委员说咱们屋子里太潮湿了 可能是生锈了吧 双举姐 你能不能帮我把院子里的花交一下呀 好 小夕 那个 我可以把收音机搬到小姐的房间去吗 这个收音机都坏了 你喜欢就拿去吧 回头我帮你和萧委员说一声 谢谢 不谢 王组长 你们现在的数据员到底怎么回事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李股长出什么事了 自己看吧 在这篇会议记录里 居然出现了71次他妈的 39次娘妻批 甚至 连吴大军科长开玩笑说的 代委员蒋先生 和崇松金子的绯闻 也记了下来 这要是呈给了南京本部 恐怕你们数据组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你们竟然还能笑得出来 怎么会有那么笨的人 还真的有呢 就在咱们数据组呢 王姐 这事是传出去的话 咱们的数据组 可是成为班师处里最大的笑话了 雨珠 赶紧把这些会议记录改一下 长官说的有一些话 不用全部记下来 在这个办公室里 很多事情只能议会不能言传 你明白吗 小姐 小姐 怎么了 我不想去上班了 为什么 我跟他们汉阁不入 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 小姐说的话我也听不懂 反正我就是不想去了 我再也不想去了 现在就去跟陈碧姐说 陈碧姐还没回来呢 怎么还没回来啊 这两天比较忙 每天回家都很晚 每天回家都很晚 小姐 小姐 你玩玩 这什么呀 好香啊 是花露水 我洗衣服的时候 就滴了几滴 明天你穿着它去上班 又清香又取闻 我刚回来的时候你在摆弄什么呢 我在摆弄收音机呢 小夕说收音机坏了 小夕 是 都几点了雨竹怎么还没下来啊 一会上班迟到了 小姐她 赶紧去叫下来 是 陈碧姐 赶紧坐点吃早餐 嗯 我听说 党务调查课的吴大军科长 最近来上海了 去你们那儿了吗 谁 我不知道啊 玉珠 你上班有段时间了吧 怎么还没有进入状态呀 那在会议上做一些记录 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啊 我希望你用点心 能够胜胜它 好吗 陈米姐 我 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要记着你哥哥的嘱托 要做一个有思想 勇敢坚强的新女性 女性要独立 第一步就是走向社会 明白吗 行了 赶紧吃饭吗 我今天要到师傅 去开妇女宣传大会 跟你说的我都快迟到了 小夕 赶紧让司机备车 我来不及了 好 司机已经在门口了 小夕 你怎么不吃呀 我吃不下 王姐 我先走了 嗯 再见 王姐 那我就先回去了 宇竹啊 晚上在惠中饭店有个聚会 你跟我们一起去玩 我 王姐 我先走了 别怪难他了 人家那么清高 怎么会和我们去俱乐部 这种地方呢 别胡说 宇竹 一起去吧 好 嗯 好 好 好 z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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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论